我们到处要启用一个表单 那启用表单的方法 几个方法 你要制作出那个按钮 我讲过 就是在有总共有至少三种以上的方法 你可以利用那个 这边有一个什么 在开发人员里面有那个插入里面 有个表单控制项 这边有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就是这个按钮 另外还有这边有个按钮 Active控制项按钮 那长得其实呢 也会类似像这样子 不过呢 这个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它长得其实 我记得好像没有办法去更改 它的那个颜色 里面的图案 所以呢我有建议各位就说 这个方法 倒不如用下面这个方法 插入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那个图案里面的 那个圆角矩形就好 或者方形也可以啦 为什么因为最后做出来的要求 其实按右键也没有 它也是一样可以指定聚集 那这个按右键也可以指定聚集 这边有一个指定聚集 而且上面的字啦 背景颜色等等都可以更改了 那如果说一般性的 我想你就用这个就会比较好 在插入里面的那个图案里面 这边圆角 那如果你要圆的也可以啦 方的也可以 这边有很多形状可以选 那另外这个按钮 这边有一个这个开发 另外有这一个 这个Button命令的控制项 它又比较麻烦 它不是指定一个聚集 你把它拖拉出来之后 它会 这边无法 那应该是这个安全性的部分 好像Activity 这个你还要去 好像还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要启用它才可以使用 麻烦了很多了 我试试看应该是这个地方 安全性它会蛮高的 可能有一些安全性的控管 所以一般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直接 要不就用这个 在开发人员里面的那个插入里面 有一个按钮 另外就是直接用这个按钮的部分 来做 在上礼拜最后我们有讲到 那我们利用这个启用表单呢 启用表单后面对应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指定一个聚集好了 这个聚集 就是启用表单编辑一下 它其实呢 只有一行程式 什么程式呢 就是拿一个表单点show而已 按下去之后 只是把那个表单叫出来 并且把它show出来而已 就是这个动作 也就是将来呢 你做来按钮呢 你希望把某个表单叫出来的话 记得 就是在这个表单里面 必须要先设计一个什么呢 一个表单 那名称的话呢 比如说叫user form1 到时候你后面加一个点show 它就show出来了 那我们设计什么呢 上礼拜是讲到 这边把它打开来 主要就是说呢 当我这个表单 初始化的时候呢 要放进我的分类 那我的分类有哪一些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初始化的 那个事件 该怎么去设定呢 首先你可以在表单 这个是表单 这个是user form的表单 那前面我们有讲过 这个表单其实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懂得 怎么去设计表单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你的esail里面呢 开发出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界面 让人家感觉 而且 这个表单